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印双方经过多轮谈判正在逐步达成共识 但印度媒体报道中提及的撤军方案并不准确 不利于双方按照既定步骤达成既定目标 报道称双方的撤离可能从班公湖北岸开始 解放军将撤回到第八指以东的阵地班公湖北岸有八个手指形山脊地区 此前印度媒体一直宣称自今年5月以来 解放军占领了从班公湖地区的第四指到第八指长达八公里的区域 而印度军队则向西撤回至第二指和第三指之间的据点 撤军将分阶段进行每阶段撤出三分之一的部队 印度《经济时报》的报道也提到了类似撤军分三步走的说法 报道还描述随着严东的来临 是部署在一万五千英尺以上高度的数千名敌队士兵付出了代价 这似乎也使中国更愿意缓和紧张局势 印度《经济时报》报道称 第九轮军长级会谈可能在未来几天内进行 印中双方都同意了这一提议 考虑在下一轮会谈中签署正式协议 中方消息人士12号对《环球时报》表示 中印第八轮军长级会谈氛围不错 但印度媒体报道中提及的撤军方案是不准确的 印媒擅长通过半真半假的消息 对外展现印度强硬态度 挑动国内的民粹情绪 根据《环球时报》的了解 中印双方脱离接触是开始于班公湖的南岸还是北岸 如何撤撤多少 一直是双方在多轮会谈当中商谈的重点 中方消息人士认为 一直以来印度对中印时空线报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单方面认为四指到八指区域是印度一线部队巡逻地域 不承认历史事实 希望在中印争议地区捞取利益为中印谈判捞取筹码 这是印度一些人士政策制定的错误前提 具体到印度媒体报道中提及的撤军方案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前锋12号对《环球时报》表示 这个所谓方案明显是将前期多轮会谈中 双方的意见进行了一种带有倾向性自说自话的混合 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当前印度特别是印度单方面的真实想法 并不能代表双方现阶段的谈判成果 肯定也不是最终方案 11月14号印度将迎来印度教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排灯节 前方认为有消息人士通过媒体公开对外释放这种关系 并未共同确定的所谓撤军计划多少有对外向中国施压 对内向国内解压的考虑 坦白说当前两军对峙区域天气进一步转冷 印方后勤补给压力大 继续拖下去得不偿失 印方这种急迫的心态可以理解 但这种单方面放风方式显然不利于中印双方在前几轮接触上达成的先期共识 也不利于双方按照既定步骤达成既定目标 反而会导致舆论混淆视听 前方进一步分析此出 截至目前中印双方已经经过八轮军长级会谈 在过程当中双方坦诚交换的意见表达了各自的诉求 在谈及分步骤撤军问题 包括先从哪里撤撤多少等问题 双方有不同的诉求 但经过深入沟通 逐步达成共识 在这个过程当中双方都做出了努力对外释放 保持了边境稳定的信号 不过前方认为 这篇报道多少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 中印双方在经过八轮会谈之后 正在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逐步细化 现地解决方案 以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 在这个问题上 确实正在相向而行 取得了一些先期共识 11月6号中印两军举行第八轮军长级会谈 并发布联合新闻稿 前方说 新闻稿当中有一句话 双方同意 继续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保持沟通 在此次会谈基础上 进一步推进其他问题解决 虽然媒体两军脱离接触 但这里的其他问题显然是 指外界高度关注的撤军问题 9月4号中印两国防长在莫斯科举行了会晤 在会议上 中国防长魏凤和表示 造成当前中印边境紧张局势的起因和真相十分清楚 责任完全在印方 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 中国军队完全有决心 有能力 有信心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随着喜马拉雅山脉入东 后勤保障问题的漏洞 从开始让印度前线士兵深陷困境 而尽管在此前一万多套的美国二手防寒被俘 运送印度 但因为最前线部分地区大雪封山 至今都未能彻底的裂装 而就在最近在国外社交媒体上 突然流传了两张疑似印度士兵的照片 满身鸡血的躺在战壕中 引发了外界热议 从国外社交媒体流传的照片当中 一个白色的人形靠坐在战壕一侧 挂在腰侧的步枪也已经被大雪染白 这名士兵低垂着头看不出任何的动静 整个背后环境已经被厚厚的鸡血所笼罩 而另外一张照片则同样是一个白色人形 蜷缩在战壕里 浑身被大雪覆盖 仅仅通过露在外面的小半张侧脸 才能判断是一个人 而流传的照片当中 发布者还专门用文字标注 这是印度最前线士兵在西阿勤冰川的近况 而当时夜间最低的气温已经达到了零下50摄氏度 可以说这两张照片在无声无息间体现了印度前线生存艰难的处境 这张照片的出现可以说直接在印度人的脸上来了一顿暴揍 在11月初印度人刚刚拿走了美国提供的二手防寒服 当时还有印度网民认为美军自己用的防寒服很可能是从中国买的 本质上印度只是从渠道商处买了一批中国货 唯一的区别是价格更贵了 也基于这种观点 当时印度网上一片质疑声 中国制造质量有问题 云云结果现在好了 连二手货都没得穿了 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张印度士兵现状的照片大范围流传之后 也开始有印度媒体质疑这张照片的真实性 并认为这很有可能是屁的 或者是借用了其他国家士兵的照片 说的倒是有模有样的 但是却始终没有见到印度官方站出来辟谣 因此网上也有部分怀疑的声音认为 新德里恐怕是默认了 不好意思承认 但是不论这张图是真是假 倒是印度前线的状况确实出现了严重问题 已经导致了高级将领开始出面发言 要求当局缓和前线对峙的局面 双方有序撤出部分军力 在11月10号印度媒体《印度时报》就报道了一则消息 印度陆军参谋长纳拉瓦上将对外宣称 当前边境地区形势严峻 寒冷的冬天对于双方都是沉重负担 希望中印双方能够达成协议 缓解当前的军事对峙局面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出 目前印度前线局势肯定不好 新建半年的营房出现质量问题 转出去住帐篷 金属支架也出现变形 从这一点上来看 印度前线的保温措施 显然没法照顾到基层的很多士兵 但是在最近的一次双方军长级别会谈里面 印度表现却十分强势 这与现阶段的表态完全相反 而这位纳拉瓦上将在印度军中更是出了名的实权派鹰派将领 分析认为纳拉瓦对内说出的这种缓和局面的话 恐怕仅仅是对内的一种说法而已 安抚一下民众情绪 把印度塑造成一个受欺负享和平的形象 届时印度军方再一次在边境搞事情 又能够找借口污蔑中国 自己还能够摇身一变 安上一个爱国者的名头 为自己捞取巨额的军费和国内声望 完全是一举两得 唯一倒霉的事就是只能在前线忍饥挨饿的印度士兵了 根据印度快报网站11月10号报道 一名印度国防研究和发展组织官员说 现在制导版皮纳卡多管舰炮的研制工作正在接近完成 其设程几乎是非制导的两倍 在常规战领域像皮纳卡这种远程火炮系统 被用在有军进行近距离战斗前压制敌方目标 皮纳卡主要是一种多管火箭炮系统 能够在44秒内发射12枚火箭弹 一组皮纳卡系统由6辆发射车组成 并配有弹药装填车雷达和与网络系统连接 以及一个指挥所 报道称在8月的最后一周 印度国防部宣布耗资大约258亿卢比 为印度陆军炮兵部队配备6个皮纳卡火箭炮团 以加强远程火炮能力 当时印国防部采购部门与公营单位 印度挖土机公司以及私营的塔塔电力公司 和拉森特伯洛有限公司签署了合同 这6个皮纳卡火箭炮团最终将包括114辆发射车 配备自动火箭炮瞄准定位系统 45个指挥所以及车辆330辆 据悉即将在印度北部和东部边境投入作战 好了各位观众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任何的看法或观点 欢迎在下方留言区评论互动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